妳突然講到這個 我真的建議妳可以試試看白雲 因為白雲的我見過 但我跟妳講白雲的很大 妳真的可以試試白雲 她的很大 很粗啦 很粗 我跟她也很不像兄妹啊 因為我是最粗 也最粗的戀人 常維銘鋪何余溫則偶條件 幫忙第二春強力推薦好友白雲 今天的直播是有一個小小的目的 就是我們這個何余溫姐姐 因為出了寫真集 所以我們要幫她稍微宣傳一下 46歲的何余溫 近期出大尺度寫真 紀念30週年出道 斷開8年婚姻的她 彷彿少了一絲包袱 加入好友成為名直播 一起聊天 何余溫也被爆料 擇偶的三大條件 如果你喜歡何余溫的話 要何余溫的男生其實不難 你要是一個非常細膩的人 然後都懂她的態度 再來就是 你可以沒有錢 但你不能是一個小妻的人 第三點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一定要有 否則何余溫不會跟你有任何的興趣 現在可以拿齒來量一下 準備要齒了嗎 然後只要量一下 你突然講到這個 我真的建議你可以試試看白雲 因為白雲的我見過 你怎麼會不了解白雲哥喜歡肉的 他那麼肉了他也喜歡 哪有 白雲自己兄弟我會不知道他喜歡什麼 白雲只喜歡一個 他只喜歡一種 他喜歡 女的 但我跟你講白雲的很大 你真的可以是 什麼白雲 他頭他的很大 很粗啦 我跟他也很不像兄妹啦 因為我是最初 也最初的烈人 但是因為 白雲的 還有別的問題 不是只有大我就要嘛 媽媽 媽媽 我現在休息時間 你還花錢錢錢 哎呦這兩個人真的不要再消費白雲啦 在一個多小時的直播中 還是有聊點有營養的東西 像是何淤溫出寫真書的心路歷程 是我蠻想要鼓勵很多中年男女 就是可以 走出低潮的 拍一個月曆 你看到的是身材 這個身材背後 是花很多努力的 我已經四十幾歲了 然後我 維銘哥也看過啊 我其實那一陣子 不好的時候 我一不好 我就開始喝酒 失眠 然後情緒化 然後不吃不喝 我是那種會瘦很快 皮都鬆了 臉都垮 那我覺得我重新把我自己養好之後 我當然要展現啊 為什麼展現 是告訴其他人 你們也可以啊 我覺得你離婚以後 整個人有成長